未在乌来区福山部落的福山景观桥 是在30号上午正式举办了这个启用典礼 因此民众只要您来到福山部落 绝对不要错过这个福山景观桥 距离乌来闹区几乎还有30分钟以上车程的福山部落 30号上午举办福山景观桥启用典礼 新北市长朱立伦表示 福山部落就像是新北市的优美秘境 景观桥的落成除了可以带动当地观光产业之外 也能够给当地的年轻人发挥地主的专长 向游客解说 而福山当地族人则对这样的培育计划感到相当期待 我们年轻人都能参与我们这个 等于说是我们观光产业跟我们生态很自然的 而且我们祖先给我们的很自然的生态 能介绍给外面城市的朋友来介绍的话 我相信也是对他们很有帮助的 相较于福山部落的精密 乌来老街可以说是人潮热络 然而唯一通往乌来老街与温泉街的缆胜大桥 因为长年受台风吸水暴涨的氢害冲刷 造成主体结构安全堪率 而乌来缆胜大桥的拓宽改建 未来不仅能保障乌来居民出入安全 也渴望吸引更多人潮带动在地产业发展 从外面来的观光客可以看到我们的桥 它会吸引 它会吸引 就是被打造得很漂亮 会陆陆细细会有人进来 神医是还可以 现在的客人很少 都是外国的客人比较多 外国的客人比较会来看那个打样 也住民嘛 很漂亮 有很坚固 有做官 但以后很多个人来玩以后比较安全 林英凤表示 乌来区是新北市唯一的原住民族行政区 对政府能看见乌来的价值和重要性 投入公共建设资源 保障族人用来安全及提升在地观光产业 族人都乐观启程 原市新闻九亚霞麦一顾新北事务来采访报导 那么 还记得到 我们下证明此itta 我们下证明了 说得不明的 然后